东莞地下,经现百年不符古诗,皮肤光滑有弹性,全身关节活动自如,墓主人是谁,在温热潮湿的广东,他又是如何抵御岁月的侵蚀,做到百年不符呢? 广东东莞,一个建筑工地中曾经发现过一个明代的古墓,在棺果被打开后,专家们都震惊了,里面装满了红色的液体,在液体中间,一具尸体非常醒目, 虽然间隔百年,但是他的皮肤依然富有弹性,这在学术上叫做柔湿,皮肤里有油,尸体埋在酸性沼泽处,由于酸性物质作用,抑制细菌生长和繁殖,可以保证千年不符 如今这具女尸重见天日,专家们为了避免她受到氧化,第一时间将其送到了广东药学院,同时邀请了张德兴教授参与研究 张教授看到这具干尸后非常兴奋,肉眼可以看到,尸体虽然已经干瘪,但是她的关节还能活动,现在依然能够看出,这具尸体在下葬的时候进行了精密的处理,头发梳成了古代最流行的济世 经过检测来看,这具尸体是鱼剧女尸,距离现在已经经过了600年左右的时间 专家们用显微镜观察女尸,发现在她的身体里面还能够看到结地组织,部分器官细胞的轮廓都还很清楚 专家决定对女尸进行再一步的解剖,看看能否有新的研究发现 专家对女尸肠道残留的食物以及内脏里的粪便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了寄生虫卵,因为过去人常常吃不熟的食物,所以身体里面常常会有寄生虫 而根据这些食物,可以检测出,这具女尸是广东岭男人,而且平时喜欢吃一些生鱼类的食物 广东日常气候湿热,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更是高温高湿的天气 故而现在摆在专家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对尸体进行下一步的防腐处理 其实从古代开始,人类就在探索如何使得尸体能够永不腐烂 因为他们觉得只要尸体保存好,祖先在地下仍然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存活 比如古埃及人就用脱水的方式让尸体长期保存 在现代医学上,专家会偏向用福尔玛林浸泡尸体,或者是将尸体放在低温干燥的环境下保存 但是,后者的两种方式都不适合保存这具尸体,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如果是用福尔玛林浸泡女尸,随着化学试剂的挥发,会影响尸体的保存 而第二种方法又不利于专家学者对尸体进行研究 这具尸体该如何保存,一下子成为了棘手的难题 就在专家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专家提出可以使用上个世纪的保存方法 生物塑化来保存尸体 但是这种方法一般都是用在动物尸体保存上,如今将它用在人类尸体上,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东莞不服女尸被挖出来后,如何保存它,成为了摆在专家面前最为重要的问题 这生物塑化的方法真的这么有效吗?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神奇的技术 它是由德国解剖学家钢瑟·冯·海根斯发明的 把器官组织里的水分用液体归束纸混合物替代 把尸体变成能永久保存的标本的技术 此前,国内还没有展开过类似的研究 针对这具古诗,专家在广东药学院专门展开了古诗塑化的研究 那么成果如何呢? 据数据显示,目前广东药学院一共处理了20多件古生物标本 这些标本现在大部分展示于广东博物馆内 少部分仍然留在广东药学院的古人体展示厅里 供专家们研究,其中就包括了这具女尸 当初这具尸体是在家族的墓葬被发现的 里面一共有四具人类遗骸 其中的三具已经完全腐烂了 只留下了一堆的骸骨 只有这一具尸体还保存完好 对于专家研究当地的风土人情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根据墓制来看 这个墓葬的主人实际上是明代的一个状元 官职一度做到了刑部尚书部证司 而根据博物馆的专家介绍 这个墓里的四个人分别是墓主人的父母和妻子 显然他的父母先下葬 之后他又和妻子合葬 而这具不服女尸就是他的妻子 当时的考古研究技术并不发达 所以面对这具女尸 专家们也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但是关于女尸的研究 最近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根据女尸的牙齿来推断 她的下葬的时候已经有八十多岁 这个年龄在古代已经算得上是长寿 由此推断 女尸应该是寿中正寿 今天距离这具女尸被挖掘 已经过了八年的时间 而如今这具尸体的五官依旧是清晰可见 这一切都要感谢生物塑化技术 那么专家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根据介绍 专家第一步要先用福尔玛林把尸体固定之后 再脱水脱脂 要知道人体中最多的物质就是水分 水和脂肪那都是最容易制服的物质 大家别看这看似容易 实际上需要精确的化学配比 在成功完成第一步后 专家需要第一时间将股市放进真空 或者是负大气压的环境下 使用硅胶灌注 这也是所有步骤里面最难的一步 大家可别小看了硅胶 这种作为特殊用途的硅胶 在当时需要200元一公斤 而且买来之后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如果说这些问题都能克服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真的让专家头疼 我们国家此前没有类似的专项研究 而且出于保密考虑 我国也无法直接从国外购买模具 所以专家们只能靠仅有的文献记载慢慢摸索 相信其中的各种艰辛 大家能够想到 看到这里 大家应该有一个疑惑 在我们现代有这么好的科技条件背景下 都难以做到保存 那在百年之前完全不具备保存条件的古代 是如何做到不腐不烂的呢 广东的气候条件炎热潮湿 再加上古代更加不可能有福尔玛林硅胶的存在 到底古人是怎么保存尸体的呢 这总共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深埋 第二个是干燥 就像专家所说的 他们此前发现一些古尸身上穿了十几件衣服 裹上厚厚的棉被 墓里还有烧过的木炭的痕迹 这就做到了墓里是一个缺氧的状态 也得以使尸体能够很好地保存下来 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保存好的尸体都是有钱人家的人 这点其实很好理解 能够买得起棺果 在人为地营造干燥滴氧的环境 只有有钱人才有资本这样做 比如这句不服女尸 她外面的棺果香套 再用混合了糯米的白糕泥封闭起来 这就人为的为棺果制造了一个恒温缺氧的环境 一个棺外面套了一个果 其中还放有松香 其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抑制细菌的滋生 要知道尸体保存最致命的敌人 那就是细菌 而放了松香之后 尸体外的细菌也就不容易繁殖了 关于古尸存放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那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不服女尸 大多数都是女性 难不成是女性对于不服的追求要高于男性吗 这个目前来说 理论界还没有发现相应的佐证 那么到底其中有什么原因呢 目前来说 理论界比较认同的理由是 女性的寿命往往要长于男性 我们先来了解一个背景 明代多是夫妻合葬目 而从古至今 女性的寿命一般都要长于男性 这就导致了这么一个情况 丈夫在去世后要先下葬 等到妻子过世之后 他们的后代会在丈夫身边挖一个洞 再将妻子放进去 之后为了避免盗墓贼打扰仙人长眠 后代一般会将墓穴彻底封存 在二次挖洞期间 挖的过程多少会影响到更早埋的那一个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服女尸 一般都是女性 当然不服尸身能够保存下来最大的前提 一定是没有受到后人的干扰 因为只要是有人为入侵 肯定会破坏关国内的环境 前人做出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其实不服尸身不仅仅存在于古代 在现代也有发生 大家可还别不信 比如说照片上这辈老人 他的名字叫做世宗圣 是安徽安庆元朴寺在1992年重修后的第一任主持 世宗圣在2006年的时候圆寂 在他死后的第三年 寺庙里的和尚将他的坐画缸 从密闭的亭子里抬出 并且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纪念仪式 在这场仪式活动上 一位摄影家记录下了全过程 在打开坐画缸的时候 一尊不朽的尸身出现在了镜头面前 世宗圣依旧保持着坐姿的状态 只不过原本黄色的皮肤变成了黑色 骨骼特别突出 但是他的五官依旧清晰可见 这些都不是让人最惊奇的 最令人吃惊的是 在三年之前世宗圣下葬的时候 寺庙曾为他做过了一个静身仪式 然而三年之后重建天日的世宗圣 居然长出了头发 虽然目前科学界还没有耿出准确的答案 但是可以推测出 当初世宗圣下葬时应该只是脑死亡 身体一些器官还没有死 所以他才能够长出头发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 就请您动一动小手 点个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